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勒财经 第一季度在周五的收盘终身中结束了 从各方面来看 股票看起来还不错 去年因美联储不断加息而受到冲击的纳斯达克指数 在三个月内上涨了近15% 而广泛的标普派指数则上涨了5%以上 豆琼斯指数表现不佳 今天的消息比较多 让我们来聊一聊 首先是个好消息 通胀降温冷 美国二月核心PC物价指数同比增长4.6% 预期是4.7% 美国二月核心PC物价指数环比增长0.3% 预估为0.4% 对于刚刚加息25个基点的美联储而言 今天公布的PC通胀数据是个令人欣慰的好消息 整体和核心物价指数携手下行 经创下了一年半以来的最低记录 但是数据中藏着坏消息 周期性PC通胀率升至1985年最高 四企员工的薪资加速上涨 市场备受关注的通胀预期方面 美国消费者的短期通胀预期在3月继续回落 从这一点上来看 美联储可以松口气了 5年通胀预期略有回升 数据公布后 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 两年期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到幅幅度收窄 5月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和不加息的可能性目前大致相等 但同时也有两个坏消息 一个是消费者信心显著回落 所有人的情绪都在下降 但是低收入 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年轻的消费者 以及股票持有量高的人们 情绪指数跌幅最大 另外一个就是隔夜美联储三大高官启发阴生 为进一步加息敞开大门 克林斯表示 为了帮助降低过高的通胀水平 美联储将不得不再次加息 喀什卡利同日强调承诺实现2%的通胀目标 表示如果改变通胀目标 美联储的信誉将受到威胁 对于日后的利率政策 巴尔金表示 目前还没有关于下一次会议上加息是否合适的看法 不过他警告称难以想象通胀在不出现需求降低的情况下下降 之前 最直言不讳的鹰派布拉德表示 监管才是应对银行业动荡的正确工具而非利率 不过市场更加关注的是鲍威尔的表态 据共和党众议员凯文·赫恩称 鲍威尔在与美国议员的一次私人会议上 被问及今年还会加息多少是指出 政策制定者的最新预测显示 他们预计还会加息一次 对于是否提高联邦存款保险上限 鲍威尔认为这应该由国会决定 这次议员的爆料是鲍威尔私下酒后吐之年吗 不过事实上鲍威尔基本上是在重生 政策制定者上周在FOMC为期两天的会议后 发布的新的利率预测及美联储的点证图 再来看欧元区也有好消息传来 欧元区通胀也是大降温 受能源通胀降温的影响 欧元区调和CPI超预期放款 但核心调和CPI略高于预期 市场分析认为 虽然整体CPI有所放缓 但通货膨胀篮子中的其他部分 仍然顽固地处于高位 这些数据并没有提供足够有力的证据 表明欧洲央行可能会考虑暂停自加息周期 欧盟统计局3月31日发布的贸易数据显示 欧盟202年货物贸易出现了4320亿欧元的逆差 能源进口价格急剧上升 是造成巨额逆差的主要原因 欧盟统计局同时表示 作为乌克兰危机延宕的副产品 美国已经取代俄罗斯 成为欧盟最大的原油供应国 德国总理苏尔茨最新发声 欧冲突可能还会持续3到4年 有必要永久生产武器和丹药 而在这期间 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和掌控力 或许将日益强大 消息面上 土耳其同意芬兰加入北约 土耳其议会给予了最后批准 然而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 仍处于停止状态 匈牙利和土耳其是持反对意见的国家 我们回到加息方面 相比之下 欧洲央行的利率前景 似乎比美联储更为强硬 美联储可能会停止紧锁周期 然后比欧洲央行早几个月转向 今天 强监管当前 银行股转跌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自2016年首次研究加息理财的股票以来 就一直看好该公司 但无奈最近其客户提取现金的速度太快了 是他预期的两倍这多 每月高达200亿美元 他只能将该股从增持下调至观望 并将其木败价从99美元大幅下调至68美元 储户提取资金 使得加清理财等公司无法获得廉价资金 并引发了人们对其将不得不亏本出售债券 以弥补资金外流来获得流动性的担忧 类似于挤兑 加信理财的业务与其他同行并不相似 该公司经营着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 同时也是最大的上市经济公司 而这两个部门对利率波动都很敏感 这意味着 随着美联储开始加息以抑制通胀 账面损失在短时间内继续上升 加信理财表示 该公司可以承受超大规模的存款外流 股价来看 目前市值千亿的加信理财股价已经大幅杀跌 市场还在消化消息 暂时最好以观望为主 不过对于银行股整体而言 在整个混乱的三月 全球做空银行股的押注 为空头带来了143亿美元的账面利润 如果其他地区银行的价格上涨趋势延续下去 应该会出现空腾回补 因为做空者基于实现部分获利 所以或许反弹随时会出现 其他个股消息面上 Openair的ChatGP的应用在意大利已被屏蔽 但对市场的影响不大 最近最高2000万欧元罚款的体量无上大压 谷歌和微软的矛盾也是更明面化 现在谷歌向欧盟投诉微软 云业务存在反竞争行为 而微软指责竞争对手利用其搜索数据 开发人工智能聊天产品 违反合同条款 据报道 微软公司威胁称 如果间接对手不停止使用其互联网搜索数据 作为自己的人工智能聊天产品的基础 他将切断对这些数据的访问 被新德堡做空后 Block反击 大谋分析师认为 Block提供了有关其活用户基础 独特用户 验证要求和合规计划的额外信息 维持对Block与大盘持平的评级 墓碑价为70美元 似乎反击力度不太够 但也打消了做空的石头 下面我们来聊一个热点新闻 关于董王 董王的预测终于实现了 纽约州曼哈顿的大陪审团 当天投配决定 这是起诉美国前总统川普 这将是美国历史上 首次有现任或前总统面临刑事起诉 也将是美国法律和政治中的历史性事件 肯定会进一步封裂 已经两极分坏的美国社会和血民 目前还不清楚会面临多少指控 因为起诉书仍在密封中 但就爆料大约将命令30至34项 与商业欺诈有关的指控 自首或不自首成为了焦点 川普自己可以选择自首或不自首 不自首的话 曼哈顿地方检方将派出执法机构对其进行逮捕 如果拒捕的话 将由佛州相关部门安排领度 其律师透露 川普预计在下周初自首 但不管自不自首 他可能都要到曼哈顿进行指门采集 并拍摄大头照 然后他将出庭接受检方问询 法律界仍是预计 他会在庭上否认所有指控 然后被保释 川普本人回应说 这项起诉相当于政治迫害 和历史上最高程度的选举干预 自己是深层政府迫害的受害者 是民主党人党派仇杀和摧毁 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最新努力 政院议长麦克西表示 政院将追究相关执法人员 史无前例的滥用职权行为的责任 所谓的深层政府 暗指霍尔街势力 矛头直指亿万富翁 金融界巨额索勒斯 众所周知 索勒斯是民主党的超级捐助者 川普称 地方检察官从索勒斯那里 收到了超过100万美元 俄亥俄州参议员说 检察官被索勒斯收买了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成 此案为一些索勒斯制造的马戏团 不少共和党人表示 为何扎扎川普不放 难道佛罗西家族 拜登家族就是干净的吗 拜登儿子又是嫖又是吸毒的 他怎么当上乌克兰能源公司高管的 他在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 赚的钱都是干净的吗 佛罗西的老公和儿子 在香港做中国投资基金 这些钱查过吗 尤其是佛罗西老公 神一般的炒股技术 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内幕消息吗 这些人都能洗得白吗 对此白宫拒绝制品 本质上 上面这些都不是体面话 都上不了台面 所以一般人言 在美国大选中 两党很少在个人财产的问题上 去攻击对手 可是现在为了选举 为了党争 无所不用其极 华尔街看上到从来不嫌事儿大 川普拥有的社交平台的股票价格上涨 川普探上官司 反而增加了市场对川普影响力的压注 多项民调显示 大约80%的共和党人士 同意纽约州对川普的调查是出于政治目的 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川普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54% 其次是德桑蒂斯和彭斯 分别为24%和6% 纽约时报评论 短期内该事件将在政治上有助于川普 川普已在筹款 这是他竞选的核心 将此案打造为其受迫害的另一个例证 而且即使川普被起诉 在任何审判之前 川普仍将享有下法保护和无罪推定的权利 因此川普若煽动局势 其他政治人物和媒体将对此无能为力 而美国检察官们 也将面临一个危险而未知的时刻 在美国量极分化的政治环境中 该起诉也可能会降低党派地方检察官 今后对国家政治人物提起诉讼的门槛 两党斗争进入到司法领域 是美国历史新的一页 但可惜这样的党争无异于美国的强大 消息发出后 支持者在此高呼 若他被捕我们就挤兑银行 霍尔街和警察一起开始严正以待 就股市而言 霍尔街对此还是比较担心的 因为无论这事如何发展 都将使美国政治和社会更加分裂 它会加速美国人对美国主要机构的信心下降 对两党接下来的债务上限的沟通有害无益 从而对股市造成大的影响 从明天4月1日起 俄罗斯将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 乌克兰对此痛批荒谬 联合国安理会的主席国在每个月由15个成员国轮流出任 俄国上次担任安理会主席国是在2022年的2月 但恰恰就是在当月 克里姆林公下令向乌克兰出兵 随着俄罗斯即将接任轮值主席国 将俄罗斯逐出安理会的声音重现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显得很担忧 他表示 希望俄罗斯在主席国任期内表现得专业一些 拜登曾表示不排除任何选项 包括考虑将俄罗斯从安理会中排除 英国政府也对这事持开放态度 当然 根据目前的联合国宪章规定 基本没有任何可能 俄罗斯可以使用否决权 同样在联合国层面 国际法院裁定 美国冻结伊朗企业部分海外资产的行为不合法 并要求美国向伊朗做出赔偿 不过同样这也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香港法官或许也会迎火上升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央行加息 银行危机蔓延 美股反而上涨 我们说过 关键是美债收益率下行 和市场预期警测周期接近尾声 这两点是支撑美股上涨的关键 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行 如今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从略高于4%降至3.5%左右 而债券收益率一旦降低 将使股票相对更具吸引力 当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下降时 这些未来收益的当前天线价值就会上升 从而提高投资者买入的意愿 对比一下 目前华尔街预测 标普派指数 下一年度引领预期相对于该指数目前的水平 将带来略低于6%的收益率 所以美债收益率的全面下降 鼓励了更多的冒险行为 希望周末太平无事吧 总之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最后 祝大家周末愉快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 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